其實我小時候有想說 如果我沒有當藝人 我會幹 我會做什麼事情 我會竟然有一個答案跑出來 是我會當警察 你看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阿比妹妹說 我是阿比林慧君 這回要跟你們說什麼呢 熱呼呼的素香菇雞麵好吃喔 本土劇女神蓮靜雯 砸起頭髮 穿上白色襯衫 再搭配粉紅圍裙 相得一張 也要陪民眾一同封媽祖 竹泡麵 供信徒享用 昔日的台劇女神蓮靜雯 近年來專心經營直銷事業 鮮少現身在銀光幕前 她出演過多部經典作品 尤其是一秒落淚的超強演技 更是令觀眾印象深刻 長相甜美的她 當初在本土劇展露頭角 是一個壞女人的角色 你這是什麼台頭啊 蛤 我也有 阿嬤 我也有 阿嬤 真偽開心 我跟妳說 別是說嫁來我們家 妳有真好貴 妳很可愛啊 妳 跟小S節目中對戲 尖酸柯薄的小姑喉吻 說來就來 廉靜雯演技爆發 但她私下坦誠 當初要演拍雜貌 她可是千百萬個不願意 總是在自己很糾結的狀態去 演出那些東西 明明其實很排斥 或是說 覺得這件事情很扯 我很扯 這個劇情很扯 然後妳又很ㄍㄧㄧㄥ 不行 就算很扯 我還是要把它演得很好 所以就是很累 就是人格真的很分裂 等一下啦 老公 我跟妳說喔 今天在廚藏的時候 我吃的時候 我覺得很舒服耶 I love you 等一下喔 阿嬤 妳有心喔 對喔 阿嬤 阿嬤 妳怎麼跟我說 這跟我老公 放在暗地喔 是有上床 沒錯 妳怎麼這麼快就信妳了 老公 妳說有妳的小孩 這敢吃是不是 是真的喔 我沒有想吃 我沒有問妳 妳幹嘛對她講話 親身自己跳一頭 所以她只要轉過來 就是這一種 轉回去就是那一種 真的 對 人格分裂嘛 對 我常常會這樣 天啊 那 情緒起伏很大耶 可是就常常自己會覺得要憋住啊 個性使然 加上處女座的要求完美 讓年靜雯紅透半邊天 被封為南部的林志玲 可能他們覺得 我在南部很紅吧 No 錯了 我說錯了 是全台灣都很紅 開玩笑 剛開始會很介意 幹嘛一定要來南部 不能北部嘛 但我現在想要管她哪裡的 反正就開心就好 鏡頭前自然不做錯 私底下的連靜雯 更是古靈驚怪 對 三八就三八 那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啊 其實那種就是 對啊 誰說一定要走 玉女入線啊 對啊 對 我就是 就是正面三八女王 看似天生反骨的個性 其實從連靜雯小時候 就看得出端倪 因為爸媽忙於工作 爸爸是車廠黑手 媽媽是裁縫師 所以她從小跟姐姐相遇為命 為了便於照顧 相差一歲的連靜雯 被迫早讀 因為我從幼稚園到 國小六年級 整整這些 非常那個小時候孩童歲月 都是跟她同班 那她又成績特別好 但是呢 每次就是 老師一問說 欸 這一題誰會 那我姐就是那種 哇 我會 然後就答對了這樣 然後呢 我總是 姐就答對了 然後我就懶著講 然後老師就說 欸 那個靜雯你要認真 然後我就開始 就叛逆 然後就是那壞女人 有沒有 哼 每次都你答對 那你就答就好啦 那我就不答 哼 就算我會 我也不講 哼 姐姐成績優秀的壓力 讓連靜雯體內的叛逆因子 不斷高漲 以前我都很恨她啊 因為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永遠要被比較 我國小 五年級的時候 我其實還 成績好像全班還第十名 那六年級我就超級叛逆 因為那時候比較有自己的意識了 然後總是被比較 就開始我就整個就放棄不讀書 心生不平 加上缺乏父母陪伴的溫暖 連靜雯開始自暴自棄 逃學 翹課 樣樣來 整天到三重廟口前鬼混 變成一個小小太妹 一兩個就比較惡劣了 就會說 找我們去垃圾同學 給我五塊 就是給我五塊這樣子 那就有同學就哭了回去 補習班找那種班主任 就說有人給我拿錢 然後補習班班主任就出來抓人 我就被帶回去補習班 然後罰站 然後後來還叫 OK 就是叫警察把我們帶走 帶去警察局 然後叫媽媽來報回家 回家被母親一陣毒打之後 連靜雯還是學不乖 有一回 朋友打電話約飆車 他也沒在怕 說走就走 那我也沒有問他摸摸車哪裡來 因為他來自帶我 我想說他是哥 他哥哥的還是家人的 OK 就飆飆飆到下班時間 就開始有警察指揮交通 就看我們兩個小貓頭 嗶嗶 過來 然後我們這樣 兩個就這樣 嗶嗶嗶 傻住 然後帶去警察局問話以後 我才知道他那個車是偷來的 才國小六年級 連靜雯就兩度進了警察局 做父母的氣急敗壞 就怕有一天 這個問題兒童 真的會變成不良少女 兩次被媽媽從警局 帶回家以後 狠揍一對 我媽就決定 因為那時候我住三重 他就把我跟姊姊的學籍轉到台北 去讀台北的學校 我才慢慢脫離比較一些 就是特別的同學 然後才乖乖的讀書 國中畢業後 因緣際會下 連靜雯聽從老師的建議 報考華岡異校 那時的他懵懂無知 什麼都不知道 還傻傻的去考 老師說那你請表演吧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說 我沒有才藝 然後老師就 同學 你知道這一關搞才藝嗎 那你還來 我說我沒有才藝 老師也沒輒 然後就開始跟我聊天 然後他就說 那你家人有誰 什麼那我姊 他說那你們會吵架嗎 他說對呀 我會吵架什麼的 那不然就表演一段 你跟你姊 跟你姊吵架 我就亂演啊 你幹嘛這樣 就是自己在那邊亂演 我竟然就搞上了 美麗的誤會 讓連靜雯誤打誤撞 進了演藝圈 而小時候最討厭的姊姊 竟然也成了最大的路後推手 她現在跟姊姊感情應該很好的吧 當然很好啊 姊姊我愛您 我們就是真的變成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個 不管是姊妹或是朋友 或是最重要的情人 姊姊啊 戀愛是什麼感覺啊 是不是你無遲無刻都會想到她 都想跟她在一起 不要分開 想當初 連靜雯第一部電視劇 《志氣未託》 這二十多年來 她已經累積了快四十部的作品 其實你說我 我真的很厲害也沒有 我也是真的從同學那種 所謂的臨時演員開始的 那時候中港台的合作還比較多 然後那時候就沒有選擇 繼續留在內地發展 就回來拍本土劇 然後拍了那個霹雳火 就開始了我本土劇生涯 馬路蘇 這個Q隊是 尚以列東蘇林老文昌的公司的 那個外國共識的張志浩 是這個Q隊的領隊 聽得出來 當時的連靜雯 完全不會講台語嗎 回想起第一次演本土劇 她記憶有心 哇我的媽呀 這輩子覺得沒有台詞 那麼難講過 我完全不會講台詞 然後呢就緊張到一直NG 一直NG一直NG這樣 然後導播實在受不了了 她就直接開蹦說 你到底現在是把我們當演員 演員訓練班嗎 大家出去休息 你自己在這邊慢慢背 然後 他場燈一關 然後大家就出去了 然後我的內心戲又來了 我的世界又變黑白了 就是很 感覺超級可怕 然後我也不能怎麼辦啊 就撐著啊 然後其實超想哭 那時的連靜雯 不但不會講 還抓不到哭的訣竅 有一回 還差點弄下了自己的眼睛 就有人說偏方 你就用什麼萬金油 點在那個什麼眼尾 然後就會熏熏的 然後就會流眼淚 然後因為你知道 多秒的疼急 直接直接點在眼睛裡面 眼睛痛到都張不開 你知道嗎 然後五四三二 然後外面的AD就這樣 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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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親愛 我說對不起對不起 沒有對不起 我眼睛 我眼睛很痛 我睜不開 這樣我又不敢告訴人家 我點 點萬金油 點到眼睛裡面去 或許就是這樣 天天傻大姐的個性 讓連靜雯擁有好人緣 號稱超強發電機 只要跟他合作過的對象 像是張宏恩 方中信 黃少奇等無疑信免 2007年還被媒體拍到 跟港星陳浩銘 當街勇吻 也還好吧 也還好吧 哪有多 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太man了 太容易跟男生很麻吉 對 這其實可能比較都不是 都不是啊 我現在還有一個人坐在這裡 性格海派作風豪邁 連靜雯年少輕狂時 和姐妹濤林韋君 曾被崩為 還卡吉的夜店雙交 那你知道單身女孩 下了戲 沒什麼別的活動 我們就走啊 我們去哪裡喝個一杯這樣 當然不只一杯啦 年輕人總會覺得有用不完的體力啊 而且你覺得沒有這樣好好去 瘋狂宣洩一下有點對不起自己 年輕人有多瘋狂 連靜雯就有多瘋狂 敢喝敢玩不囉嗦 差點也斷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2009年他酒駕被帶 隔一年在夜店被已婚勞董女人扯頭髮 卷入無望之災 2011年最穩擁有正牌女友的男演員林又欣 連續三年負面新聞產生 也就是有很多過程 但我必須承認那都是以前的我 對沒有沒有好與不好只是說也沒有 如果沒有以前的我就沒有現在的體會 或是成長 但2013年突如其來的一場怪病 讓連靜雯整整兩天莫名高燒不退 那我以為是那種熱感冒啊還是什麼 我就是覺得我自己有點不舒服 ㄍ到第三天我真的覺得我快死掉 我才請我隔壁鄰居剛好在家 我說我真的覺得我快死掉 你可不可以載我去急診 因為我長那麼大沒有這樣 他一聽到我的聲音他覺得真的不對 他說好那我們馬上去急診 是因為這樣我才有一點嚇到 而且我長那麼大我算是很耐潮 住院期間連靜雯常常半夢半醒 彷彿是在跟另一個自己心靈對話 但詭異的是六天之後 他突然大病痊癒 醫生從頭到尾都查不出病因 回去看報告說沒有原因 對我覺得這才可怕 但是他又說我的肝指數比較高 是一般人的不知道幾倍 那我說會不會是因為我長期日夜顛倒拍戲 他說如果只是日夜顛倒拍戲 還不至於那麼高 所以就是一個很錯亂的一個狀態 莫名的怪病之後 連靜雯像是換了一個人 整個生病以後我對我自己 當然是有很深的懺悔 跟我就是對自己的身體有很深的懺悔 覺得我太虐待他 所以我就開始告訴我自己 我必須要改變 我必須要善待我的身體 現在的連靜雯不再抽煙去酒 爆甘嘎戲 她杜絕了所有的夜生活 勤練瑜伽 甚至考取了師資證照 我現在就很不能勉強 我自己去做我不快樂的事情 對以前可能會說 這個可能可以賺很多錢 這個可以什麼什麼什麼 以前可能會比較把這些放在前面 現在會去 先靜下心來去感受 我做這件事情我會不會快樂 不只是工作 在感情上 連靜雯也是如此 我個人內在滿感覺啦 感覺會很害怕走婚姻 我就失去自由 因為我現在喜歡這個自由 那如果要為了婚姻失去太多自由 可能就會 除非我遇到一個完全全然接受我 你想幹嘛就幹嘛的對象 那這種人可能就 我就是你了這樣 不一定 愛上單身快樂 相較於找個伴 連靜雯更珍惜 自在生活 沒有到恐婚啦 我抱持著期待跟非常開放的態度 但我也不特別去 非得進入婚姻不可 我個人覺得強求不來 而且因為我真的很習慣 現在單身的生活 我想幹嘛就幹嘛 對 可能我覺得我有點步入那種修行的狀態 我自己是用健康的角度去看 不要剩那種態度 你叫我在 嗯嗯嗯嗯 那個擠勾我沒有辦法 可是你說叫我 很自然很健康的去展現 活力 那我OK 因為我本身就喜歡曬太陽 我也不怕水 所以就是常常就是說 當 沒事就是要幹嘛幹嘛 好好 我去 我已經去了這樣 完全不在意旁人眼光 看得出來 蓮靜雯玩得很盡興 少了八點檔的掏空 更多了點新的嘗試 他上課進修 自我成長 追求自己想要的自由快樂 我現在選擇事情 或是說接工作啊 或是說選擇一些事情 我會先以快不快樂 為一個最簡單的選擇的標準 對以前可能會說 哦這個可能可以賺很多錢 啊這個可以什麼什麼什麼 以前會可能會比較 把這些放在前面 現在會去 先靜下心來去感受 我做這件事情 我會不會快樂 對我會不會帶給人家 有什麼樣的影響 比如說 我拍這部戲 這個角色 會不會讓人家有一些什麼樣 正面的感受 或是感動人家的地方 我現在比較會去用這個去思考 以上是我這回分享的故事 聽完故事 你有什麼心得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阿比哦 如果想看更多呢 也歡迎到台灣大搜索 找到阿比美美的單元 別忘了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哦 我是阿比丁慧君 我們下回見 哈囉 Everybody 現在阿比要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就是中天新聞網的APP 上架囉 多一個下載 多一份力量 現在請你掃描QR Code 完成下載 並且輸入阿比的推薦代碼 CTI216 或者是自身的 CTI699 挺中天監督的力量 吃個碼 搁